最近一段时间,兴起了一股短发热,让小姐姐们争相剪掉一头长发的动力,不仅是因为潮流趋势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短发比长发好打理。 其实这也不能怪人懒,天天洗头也是很繁琐的事情,毕竟洗发水也真的不便宜啊。 在古代的大部分时期,因为身体之发受之父母的影响,男人女人都是标准的长头发,而且基本上将伴随他们半辈子。 那古人是怎么解决洗头的烦恼的呢? 其实,在古代人们是不怎么洗头的。 根据史书的记载,秦朝人大约每隔三天洗一次头,还是挺讲究卫生的。 汉朝还专门有条法律规定,在朝官员每隔五天会休息一天,专门用来沐浴。 这样看来,汉朝人的讲卫生程度也不强于秦朝人,可渐渐的人们越发不爱洗头了。 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这时的人们标榜住洒脱,可以既不洗澡也不洗头。 所以那个时期的文人默克,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翩翩君子。 大部分可能是拉里拉他的大叔。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唐宋时期。 他们模仿汉朝将官员沐浴时间且入了朝律。 只是将时间延续到了每隔十天放假一天。 这时的一位皇帝朱元璋,可是个拼命三郎。 不仅要求自己。 还规定全国官员必须像他一样勤于工作。 所以官员们一年到头也休息不得。 自然也不能洗头了。 《红楼梦》中对清朝人的洗头周期做了记载。 平民大概是一个月洗一次头。 洗头的时候还要加入鸡蛋。 香皂等。 普通百姓哪能花得起这种钱。 所以能这样洗头的都是中上阶层的人。 对大部分劳动人民来说。 洗头称得上一件奢侈的事情。 水资源有限加上洗头用品昂贵,导致到了清末。 人们可能一年才会洗一次头。 如果长了狮子。 女人们就那平时梳头用的梳子梳掉。 当时清朝来了一些传教士,对清朝人们的生活做了记载。 一个叫做罗麦德的英国人,就在中国做了一个调查。 还引用了当时其他传教士的话。 当时一位清朝男子洗头的时候,我就在旁边。 辫子解开的一瞬间。 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。 当时我闻住就吐了。 的确,清朝人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。 一年到头也洗不了几次头。 这样看来,清朝人的头发得有多油啊。